每个新年过年前我都会写一点书法 自己写一些字 挥春 张贴在我自己家的门口 或者是米缸 或者是送给人都有 我新年的时候除了写这个书法 我还有会用这些红纸做一些小红包 因为我有学钻刻 我们是用那个石头刻字 我老师也很特别的教法 他教我们就用那个橡皮胶 来用钻刻来刻法 来刻很多图章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是很多年前的红包袋 用我们的宣纸刻了这些钻刻 然后印上去 印上去这个就是历史风 如果我是这样子写 或者是如说 这个是我写的 也是将要做红包袋的 就是折起来 粘上来就是可以红包袋 我们知道年菜是叫做海鹿香 海鹿教会 我们有的材料就是干的鱿鱼 中嘴肉或者是瘦肉都可以 我用中嘴肉会比较滑一点 但中嘴肉我要先腌了 先就是要加盐 糖 太白粉 胡椒粉 勺杏酒 麻油 一点酱油 还有这个菜是煮好的 收菜加的就是香菜 然后是大壳的是芹菜 这两种 我们蒸泡这个鱿鱼 最少都要有八个小时 才会柔软一点 蒸泡了过后 它的味道不会跑掉的 这样首先我要煮的之前 一定要把鱿鱼泡好了 然后洗干净 然后我要切花 猪肉我们是要腌腌先 就是我们要加一点盐 一点糖 胡椒 麻油 麻油是让它香一点的 而且也是有去肉腥味的作用 还有勺杏酒 其实我们的猪肉如果要给它滑的话 然后它柔软就是要放太白粉 一样也是要我们要先烧热那个锅先 然后它热一下我们的加水 好 让它滚一下先 这个汤滚了 好 第一件事我先下猪肉先 那个汤的秘诀 就是说我们平常喝的老火汤要煲很久 但是这个水煮汤好喝而且会很甜的味道 是因为那个鱿鱼 鱿鱿鱼我们下的都比较多 你看它卷成一圈一圈 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都会选这个圆圆的鱿鱼来吃 其实好像特别可爱 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 我妈有煮但是不常煮 这印象在我外婆家会比较多 就它滚的时候你看猪肉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菜了 我们客家客家人的家常菜都是年菜 都是假常菜 因为客家人的祖先 他们吃的食物都是偏向别人冠季的食物 然后它改变成他自己的 所以门猪肉其实附近人也有门猪肉 但是客家人就把他的门猪肉变成自己的菜 所以客家人是到处做客的意思 基本上是OK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一点点味道 再调一点点那个胡椒 然后盐 盐我都会用海盐 一点的糖 下一点点的小杏 我有看我的外婆煮或者是我的舅母都在煮 然后我煮其实是我问我妈妈怎样煮 海鹿焦味是后来我们放进去的 因为它是一个猪肉 一个鱿鱼 就是一个海一个陆地的 所以我不知道海鹿焦味 以前没有焦鱼 我就鱿鱼汤 有鱿汤